山水林田胡草 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 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来吧 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 看有情万物和谐共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 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无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 占陆地面积的1.8% 无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 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 云南大地的威俄群山之间 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 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 被称为构造湖 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 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 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浩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 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五体之后 2.5万年前 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 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 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 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 滇池金线8 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 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 它是滇池的土著鱼主 和滇池一样古老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 其种群资源衰竭 在滇池的湖泊中已很难见到 为挽救这一冰微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对滇池金线8进行保育 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 这一池青犬为滇池金线8 提供了有力的繁衍环境 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 另一种土著鱼 昆明列腹鱼 共同生活在这里 在天然水域 滇池金线8对繁殖的条件 要求非常高 幼苗不容易存活 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 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 滇池金线8鱼苗的能力 并多次向滇池流域 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值放流 落日黄 水山红 还有玉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 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修养生息 渐渐恢复元气 湿地就像滇池的肺 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 退堂退田 退房退人 湖进人退之后 自然滩涂 芦苇荡 海菜花 天然湖湾 鱼虾缠卵保护区 及鸟类千禧地等等自然景观 形成了自然的河 沟 唐湖 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让滇池湖冰生态功能得到恢复 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 负营养化的湖水 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 随着根的吸收 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 通过植被恢复工程 由桥 灌 草 亭水 沉水 浮水植物结合的 相对完整的区隙植被群落 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 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 据不完全统计 滇池湖冰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六万 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 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 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 地处云南成江的茂天山 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 1984到1994年间 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五十多位古生物学家 在成江茂天山地区采集了约五万块化石 包括四十多个门类的八十余种动物 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 5.3亿年前 这里是韩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 从茂天山往南望去 蓝天白云之下 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 这就是以湖水深随清澈 而闻名瑕尔的浮仙湖 浮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 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却第二位 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 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尔海 最可贵的是 它的水质清澈纯净 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伊类 占全国重点湖泊伊类水的91.4% 相当于为中国十多亿人 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 康浪白鱼是浮仙湖的独有鱼类 多年来 它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 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 在抵御洪水 调节气候 涵养水源 降解污染物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被誉为地球之圣 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 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 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 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平县 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 平均水深只有2米 是典型的高原潜水湖泊 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 受干湿季节分明的压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 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一米 地表过湿 经常积水 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 匹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 翘两口相亲相爱 轮流承担负担的众人 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他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 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 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匹迪宝宝出壳了 小匹迪们在妈妈的照料下 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地生长着 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 它不紧不慢 享受着悠闲的时光 匹迪妈妈知道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 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 一次 两次 三次 它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 送到了宝宝嘴边 小匹迪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 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 荷花 贪图 水草 鱼虾 鸟类 万物相克相生 生命缓缓相扣 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 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 还好一切顺利 但水下一条鱼机器的暗流 着实让它们一架吓了一跳 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 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位于云南大理的尔海 湖水面积于246平方公里 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 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 尔海静静地一窝在沧山和大理坝子之间 外形如同一只耳朵 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 尔海之兵的这一列高大山巒叫做沧山 它与尔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 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 千百年来 沧山与尔海相依相伴 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 当地人说 在尔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 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 又叫瓷壁莲子午莲 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 瓷壁湖是尔海上游水源地之一 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 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接过下 白族村民阿福中来到村口的小池塘 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瓷壁花 这里的瓷壁花是他二十多年前种下的 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猪 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 目的是为了防止瓷壁花品种变异 瓷壁湖畔的黎原村 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 村民卖于瓷壁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 就说这个物种是何稀有的 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 形成时候它所以是一种物品 阿福中是最早研究瓷壁花培育保护的人 他已经摸索出瓷壁花的生长习性 他将瓷壁花种子送给村民 传授经验 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 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 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 每隔一段时间 阿福中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瓷壁花的生长情况 是谁去学院那边 对对对对 这个湖南呀 太好心中的湖 吃喝酒 知道知道 嗯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调记符号了 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南去 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 印证了一代乐型家学校课说的一句话 植物花开 学埋伏 瓷壁湖水顺流而下 注入尔海 从年龄看 尔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 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负营养化过渡 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 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 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性 水源补给方式单一 湖水置换周期长 由于自浸功能不强 一旦遭到破坏 恢复难度极大 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实现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 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 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 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浮仙湖长年保持了一类水质 滇池的水质达到了三十年来的最好水平 尔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 并向好的方向转变 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 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 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 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赤发 大理渔民训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 鱼鹰是捕鱼的农手 尔海渔民训养有方 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 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 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 把猎物交给主人 这套机翼由训音人世代口口相传 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 沙村是大理喜州镇的一个古老渔村 也是尔海渔民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 杨全林从小在渔民的陪伴下长大 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 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 又交到他手里的鱼鹰群 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 让我们带他们出去 好多好多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 尔海已经全面禁鱼 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尔海旁边 一些池塘师弟进行训练 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 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了 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 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 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 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以前它自己下去会长 现在就已经退化了 我从小就害怕鱼一起长大 还是挺舍不得 尔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 在人们的努力下 苍山会更加苍翠 溪流会更加清澈 尔海也必将更加美丽 夏冠风 上冠花 苍山雪 尔海月 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 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 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 卢孤湖 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 它被山巒和绿色所环绕 不仅景色绝美 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 卢孤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 卢孤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 平均水深达到40米 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 卢孤湖水透明纯净 属于一类水质 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 光影交错 如梦如幻 静是卢孤湖的主旋律 安静地坐在湖边 看云起云涌 日出日落 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 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 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 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 魔族人阿旧杨顺明都会划着船 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 卢孤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 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 剥叶海菜花是卢孤湖特有的水生植物 大多生长在水深一米到五米的地方 沿湖岸呈带状分布 以剥叶海菜花为主的生水植物群落类型 是卢孤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 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 朱曹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 摩梭民歌回荡在水田之间 为卢孤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 这是一个远离喧嚣 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 是在自然怀抱中 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 人们和谐安宁故乡 谷泊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 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 它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 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 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保存在一面面,要向我们的灭心 绝望着我们的灭心 天地也有意思 我们在灭心、将来和平心 有点灭心、尖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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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让湖泊永远沉静美丽 让生命共同体和谐繁荣 我们绝不能辜负这份期待 我们绝不能辜负 啊 嘿嘿嘿 鲜鱼太乱无暇 为妻聊肉侧 日月光华照亮 日是云年永远 从萌芽的词题 蔓延向所有方向 蓝色的星球 丁飞的雨 生命翻颜 大地如窗 雪山西滴这万古 自由的气息和灯 青鸟飞鱼 带来鸣鸣的下落 万物和我仍好 万物和我仍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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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